颱風來襲不但刮起風雨 也掀起了物資搶購潮 昨天晚上就有不少大賣場跟超市 紛紛湧現人潮 等結帳的隊伍是排成了長長的一大串 另外像是擺生鮮蔬菜的啦 雞蛋啊 還有鮮奶的貨架上 几乎被掃到先進全空的狀態 让网友看了这样的影片跟照片之后也笑说 还以为这颱风架是不是要放一个月呢 更有人说这样的画面 好像更剩当年新冠疫情三级警戒 一路排排排 人龙从结帐柜台延伸到后方货架 为了备阵台风 新北市永和这家连锁卖场 二十三号晚间就出现了采买人潮 不止肉品几乎被抢光 转身看向生鲜蔬果区 也没剩几样可买 鸡蛋跟牛奶类超过五成首情 哇 它就是国财 二十四号台风架 新北市许多民众 趁着一早风雨还不算剧烈 手刀冲到超市捕货 没想到货架上已经空空如也 看到这热销状况 有网友戏称还以为台风要来一个月 比过年长假买年菜还夸张 更有人说这更剩当年新冠疫情三级警戒 也有超市历经前一晚抢购潮 二十四号店门一开就赶紧补货 还把六千毫升的瓶装水跟碗装泡面直接放在入口处 方便民众选购 有民众跑了好几家店才总算找到想买的食材 跑了两三间 对 我觉得怎么一进去怎么都空空的 那包含了卫生纸或是这个电池 等这些民生物资是有比较大量采购消费的专控 拿起塑胶袋就快手猛装结账到简直手软 依然这家蔬果店采买民众也络绎不绝 从昨天上午开之后很多人都陆续去出来买菜了 有稍微长一些些啦 但是没有长得很夸张 对 大概长一两成左右吧 专家建议民众采买适量就好 避免买太多囤太多食品 过期没吃反斗 行程浪费 这张报道